而以巴衝突現在戰況很嬌琢 戰線難道要往南加薩擴散了嗎 以色列的國防軍參謀長即將 他說摧毀加薩北部的軍事體系 並且將繼續在加薩展開行動 那麼這個月15號 以色列軍方更開始向南加薩第一大城 空投傳單要求居民撤離 那麼在晚間的最新消息是 加薩衛生部表示在西法醫院 已經有數百人完成撤離行動 另外也來看以色列國防部長更宣布 已經完全掌握北加薩 地面行動將會持續數個月的時間 而且涵蓋的是加薩的北部跟南部 並且證實已經展開下一階段的作戰行動 以色列北部邊境爆炸聲不斷 以軍的監控哨戰跟無線電塔 遭到真主黨襲擊 真主黨事實的畫面中 他們疑似發射反戰車飛彈來挑釁 但是現在以軍還是專注在加薩戰事 哈馬斯民兵躲在建築物中 用RPG火箭偷襲 獵殺落單又毫無防備的以軍士兵 甚至連幼稚園都變成哈馬斯的火藥庫 以軍要徹底掃蕩哈馬斯 根據半島電視台報導 以軍下令西法醫院 共2000多名的醫護人員 病患跟難民在一小時之內撤出 稍早他們還在南加薩空投傳單 說好不打南加薩要食言了嗎 然而先前北加薩數十萬人 就是聽以軍的話逃到南加薩 當地擊滿難民還不斷遭到以軍空襲 這些人早就退無可退 現在全球翻譯示威更是一發不可收拾 除了鄰國約旦之外 美國大城市如紐約 幾個禮拜以來 幾乎示威都沒有停過 以色列若是真的不顧國際理論警告 推進南加薩 恐怕引發更激烈的翻譯情緒 好 現在為了消滅哈馬斯 所以以色列軍方喊話要持續的推進 但與此同時反對黨領受呼籲要總理納坦亞胡下台 原因是什麼 時間再交易作合 好 我們看到現在以哈的衝突 還是不斷的在發生 所以其實在這個以軍方面 他們也說會持續朝著哈馬斯 只要有他們存在的地方 就會來進行相關的動作 而其實現在以軍的發言人也提到說 就算是在加薩的南部地區 他們持續會朝著哈馬斯存在之處 來持續的推進 而但是現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 以色列他們當然也有一些內部的壓力 所以現在在政壇之上就升起了說 要反對他們的總理納坦亞胡 以色列的反對黨領袖就說 這個總理已經失去了國民還有國際政府的信任 所以他認為應該要立即的下台 那也說現在重建一個政府的時間點已經到了 只是說現在這樣的想法 反對黨目前還沒有相關的共識 那說到現在正反的聲浪不斷 可是我們看到在美國 他們的聲音又是如何呢 我們看到就是特斯拉的創辦人馬斯克 他因為被批評說 幫助散播反猶太的相關內容 所以現在有一些企業也開始對他的公司 抽掉了這些廣告 當然不少國家對於以色列進攻西法醫院 也是有諸多不諒解 不過以色列發布影片 他們說在醫院裡面發現哈馬斯隧道 以及大量的軍武 甚至還有人質的遺體 美國也傾向相信這樣的說法 伯哈馬斯駁斥 痛批美方相當虛假 也強調武器根本是以色列帶進來刻意栽贓 這是西法醫院被以軍火炮攻擊的西側建築群 包括內科和透析室都受到程度不一的損壞 這裡的醫護人員既傷心又無奈 因為在他們眼中這所醫院是一個 能為加薩百姓救死扶傷的其身之地 但是以色列軍方並不相信 畢竟這所醫院裡面有太多東西 和醫療救護無關 比方說軍用戰鬥服 制式手榴彈以及AK-47步槍 такая這部級钱是滿人的拐材 武器 WITHone哈哈哈 攻擊尼 EMMUNIC 仔試防防鰭 屁波 雖然當然lov衛 絕對二十api尚 T Military 歐atorio的方讀物 出 quotid實地 找 прод口 炸 Annechen 這部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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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部的 Instituto 基哈格里少将亲自前往西法医院 向媒体介绍医院内部与哈马斯 存在特殊联系的种种疑点之后 以色列再派出另一位发言人 康里克斯忠孝 深入到西法医院的核磁共振检查室 进一步证实 哈马斯民兵不但出没在医院的每一个角落 就连一些存放医疗用品的储藏室 都有民兵的足迹 只不过当以色列部队以优势火力 强行攻入西法医院的时候 这些卡桑旅民兵已经顾不上随身的战斗背包 步枪和各式弹药 只能在仓皇间逃之夭夭 甚至留下可能藏有机密资料的笔记型电脑 成为以色列国防军研究哈马斯行动的重要情报来源 the last item which I'm sure will be very interesting to analyze is a laptop we found it in the MRI room this is how the laptop looks I don't know who it belonged to but now it is being analyzed by our Intel people tactical radio communications which we will analyze 以色列军方从里到外 把西法医院翻了个遍 超出一大批疑似 与哈马斯有关的武器弹药和车辆 甚至声称 就在距离医院不到500公尺的地方 发现一座地道竖井 而且里面存放着 10月7日 突袭以色列军民的同一款武器 还有这批民兵所搭成的机动车辆 但是西法医院的医护人员 则称这里绝不是哈马斯的军事指挥中心 被送过来的病人 都是在轰炸中遭遇不幸的重症伤患 虽然医护团队想尽办法 试图挽救每一条生命 但是大量的伤患 加上医院所需的各种资源 又被以色列切断 迫使他们不得不在 在没有麻醉药的情况下 为伤患截肢 开刀或缝合 这种场景几乎就是人间炼狱 原本是救死扶伤的医院 如今却成为人肉屠宰场 甚至以色列军方 为了要证实西法医院 就是哈马斯的武装行动指挥总部 还不惜动用武力攻入医院 已经违反医院在战时 必须受到保护的国际人道法 双方的说法都是要向国际证明 他们才是受害的一方 以色列认为 哈马斯拿西法医院当掩护 实际上是指挥民兵 从事武装攻击行动 是触犯战争罪的原始真凶 然而医护人员则强调 在国际法上 西法医院不应该被当成攻击目标 更该被视为是一个 相对安全的必然处 但是以色列军方却无视国际法 无故指控西法医院 是哈马斯的军事据点 即便以色列真要指控西法医院的话 根据日内瓦公约第一议定书的要求 以色列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才能攻击西法医院 第一是要举证 证明医院确实被当成军事据点 或是从事军事用途 第二是在进攻前 需要给予院方足够的疏散时间 让医护和病患得以安全撤出 即将发生战事的冲突地点 但是以色列只给了西法医院 一个小时的时间 就发动进攻 显然不符合规定要点 第三是要确保平民安全 进攻方必须区分敌军和平民 而不是做出无差别攻击 伤害无辜百姓 以色列16狼女表示 部队在沙体展开的扫装行动 瘫痪的哈马斯建立多年的 一处武装力量中心 不但缴护一批制式武器 还让一支民兵小分队失去战斗力 不过卡桑旅民兵也公布一段影片 声称在城镇战中痛极了以色列部队 而且摧毁好几辆以色列坦克或装甲车 在越大河西岸 以色列军方的推土机 推倒了一座巴勒斯坦解放组织 创始人阿拉法特的纪念碑 建议凸显尾巴之间的仇恨 已经难以化解 如同以色列执意要攻击西法医院一样 就在于军方强烈认定 这所医院已经沦为哈马斯的军事指挥所 只不过以色列部队锁定的目标不是医院 而是发动武装袭击的哈马斯民兵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